今天GGB教學的案例呢 我取自這個MessIgon這個網站 好這網站呢 這裡談到費斯數列 那費斯數列跟這個向日葵花瓣上的劃分點 有什麼關係呢? 一開始呢 我也是看了一團霧水 但是看了解說才知道說 原來裡面大有學問 其實呢 這些點的分佈 就是一個螺旋線 螺旋線是怎樣呢? 就是往前走 它會轉彎 但如果都沒有轉彎的時候 就一條線 轉180度就變成這樣子 如果今天轉144 也就是 圓的五分之二 就會乘整五條線 那如果今天不是個簡單整數筆 就好像會繞這個圈圈的樣子 那真正的花瓣的分佈是怎樣呢? 真正的花瓣分佈呢 其實它的旋轉角度是 0.618 這個0.618 就是所謂的黃金比例 好 今天 今天 我們可以調選一下滑桿 看不同角度的變化 然後我在調整滑桿的當下呢 我就想說 我是不是可以用GGV把它做出來 要完成這個 其實並不難 最主要就看出它的一個螺旋狀的結構 我們可以調整角度 看它的變化 例如今天是60度的時候呢 就會變成這個六條線 那這個D呢 就是每次前進在旋轉的間隔 我們把D再調大一點點 那這個點數在這邊 再把它移動一下 再改一下這個角度 我們把這個線畫出來 就可以看到這個 等角螺旋的一個樣子 那要完成這個圖呢 主要就是利用極座標的概念 那要畫出這很多點 就是利用Sequence 透過極座標跟Sequence 還有這些參數 我們就可以畫出這個有趣的圖形 大家先想看看 再看我們後續的解說 然後再看一看 就先聽說 你夠了 也可以把這個圖形 你有點小心